2020初选民调的正式结果尚未发布 但是已经有台湾媒体提前做出了民调 显示韩国瑜大胜郭台铭 台湾媒体提前发布民调的行为 则被认为是引导民意 引起了蓝莹人士的担忧 国民党初选民调仍在进行 然而岛内媒体苹果日报则提前做出民调 显示韩国瑜以41.9%的支持度 大胜郭台铭10个百分点 郭台铭直呼绝不相信 并将矛头直指国民党中央 韩国瑜则称对民调结果保持尊重 我绝对不相信 国民党刑警罢 国民党中央委员们刑警罢 你们的命运还剩多久 如果再这样搞下去 你们就是等着被民进台 把你们奸杀奸杀的完全没有了 民调状态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握 反正我们就尽心尽力 该做的该说的该表述的 把它清清楚楚 竹筒到豆子 通常把它倒出去 告诉人民我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忧心什么 那现在由人民来决定 同一时间 另一家台湾媒体所做的民调则显示 郭台铭完胜韩国瑜 以及蔡英文 柯文哲等其他党外竞争对手 甚至有民调内容引导民众 非韩不投或非郭不投 针对岛内媒体民调乱上百出 有蓝营人士担忧会误导民众 影响国民党初选结果 总共据了解有五六家同时间在做民调 我是担心说重复时间在做民调 很多的支持者以为他已经正式接到民调之后 他就不会在家顾手电话 我们看到最近对于国民党内的态势 各方媒体有很多的分析 那么郭台铭也表态了说 绿营在给韩国瑜灌票 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次 韩国瑜获得党内初选民调的胜利 也不排除绿营在里面动了手脚 那么如果说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韩国瑜的确是民调非常高的话 那您觉得郭台铭他会善罢甘休吗 很多分析说从种种迹象 包括从最开始的国民党初选 郭台铭没有签他那个初选公约 因为初选公约里面是要约束你 如果要是没有被提名的话 要愿赌服输的 郭台铭没有签 就从那时候开始 郭台铭的很多动作 然后被媒体解读为说 一旦他没被国民党提名 他可能会说脱党参选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原因你可以找出可能十个八个来 但是有一条 你即使脱党参选 我们可以确定的认为 他也不会当选 因为你一旦脱党参选 国民党本身有一个候选人 再加上你这个郭台铭拿的也是蓝营的票 分类的蓝营一定战胜不过 团集的绿营 这一点非常清楚 因此你即使参选也不会胜选 在这种情况下 那又何必呢 这样的话 你虽然参加了选举 但是你造成的后果 是非常惨烈的 国民党的人可能对你的看法 就发生完全反准的变化 过去国民党在危难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商业界的人士 你可以给国民党输血 提供很多资金 国民党的人士 对他实际上是有正面的看法的 如果说因为国台铭的参选 造成国民党分裂 而丢掉岛内的制装权的话 那很多蓝营的人士 我想对他是不谅解的 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说 谁出现都不应该影响 国民党的团结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国民党的团结 也是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目前来看 影响它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那么如果在初选结束之后 特别是民调整体的结果出来之后 国民党的团结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 国民党这个政党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政党 影响它团结的因素 通常都是来自于 这个个人的或者是派系的利害之间 相互请杂的一个结果 由于国民党的支持者中 绝大部分不是对于这个党的感情 超过这个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看到国民党常常有分裂 然后群众就被带走了 也就是分裂者把他的部队带走了 这个在过去新党出走是如此 在亲民党出走也是如此 一旦分裂利益上产生矛盾 领导人都可以把他的群众带走 反观民进党的特质就不一样了 民进党的支持者 是对于民进党比较牵切理性的 所以很明显的 民进党一旦分裂的时候离开的 他带不走群众 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 所以民进党的高层 基本上已经继续这么多的历史教训 没有人敢从民进党中分裂出来 但是国民党是一直可以分裂的 因为他的群众一直会被带走的 这是两党不同的特质 第二个 团结的国民党都不一定击败 现在团结的民进党 更何况分裂的国民党 是一定不可能赢得团结的民进党 这是一个非常潜而易懂的一个道理 以目前这个吴敦义的整合的能耐来看的话 他是整合不了党内的这个过去的 现在的这种矛盾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之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制造矛盾的人 他无法解决党内的矛盾 所以解决国民党的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外表上的貌似团结 而在于候选人的实力 候选人的声望 要远远高过整个党的力量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国民党似乎没有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了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 国民党最终一定会表面上站出来大团结 但是暗中扯后腿的动作不会停止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直跟着国民党走了很久 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 是不是国民党可以把它放下 轻装上阵 这是各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现在无论是柯文哲还是蔡英文 他们已经虎视眈眈的开始在暗中准备了 那么如果说国民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两个对手对于国民党来说 都是一场硬仗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您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